各位網友 還有兩年 當然也有很多魚專家最近跟我講說 喂 王安克你不要再講魚的記憶只有七秒 因為有人說不止喔 可能有好幾天喔 可是魚的記憶有沒有兩年 現在關中天有沒有人憤怒 有 國民黨說黨國不分雙標有沒有人憤怒 有 那有沒有說我不要吃萊豬 我不投國民黨我也討論關中天 也有 但是三股勢力湊在一塊的時候 我的看法 剛剛有網友講喔 我不覺得人少 但是我覺得其實如果單純一個議題的話 或許人更多 有人拿去做比較 等623反紅媒的人數好像比那個 剛剛視察給大家看的 沒有辦法拍那塊拍圖 更滿 對不對 因為有一些人可能是這樣子喔 我就把話講得更白喔 有些人是說 我投蔡總統 16年也投 20年也投 我就是817 但是 抱歉 我家裡兩個小孩 我不想吃萊豬 蔡總統就這樣子 花一茶去找 其實他也想要出來反萊豬 可是我一去穿黑衣服 站在視察他旁邊 欸 我會不會變成挺國民黨啊 那我走著嗎 這邊 看到我的小孩 就是蔡衍明 他現在是挺國民黨的那些喔 黨代表他去選擇更多票 欸 我會變成是挺中天喔 就有所顧忌 就說議題一分為三 反而我覺得 大家知道喔 我們雅虎有做一個民調啦 6到7成的民眾根本就反萊豬 是 雅虎之外有人講說 欸 台灣民意激激會 游英龍主持那個 61%的民眾也反萊豬 所以反萊豬不分藍綠的 可是當一個遊行活動 有分藍綠的時候 欸 都是國民黨 反而就有些人顧忌了 大家會怕 對 如果你把這個事情拆開來 我這樣子講喔 其實投給蔡英文總統的人 他未必支持這個政策 而且告訴蔡總統 是不是我們不要進萊豬 是不是我們能夠不要萊豬 也不等於我下次不投給民進黨 這消明教能夠更好 才能繼續執政嘛 可是現在整個議題混亂掉以後 那就變成是弄成一桶民怨 我之前在我們沖康講過 我認為中天87%會關 有沒有 大家去掉畫面 我為什麼這樣講 很簡單啦 雖然這是一團爛仗 可是要爛就爛現在 而且現在這個隔回兩年以後 一定不是蘇院長 所以會把用最大的力量 去把那個錯 包含著關掉電視台 包含著進萊豬 包含著疫苗 包含著明年1月1號 萊豬來了以後 可能民眾的憤怒跟這些抱怨 全部推給一個人 那個人他即將要走 什麼時間 什麼不一定 可能農曆沒錢 到時候就把它切開 然後人名是魚的記憶 我覺得 因為這是歷史斑斑可考 不是我這邊隨便講 愛的力量雖然是非常的深遠 可是恨的力量既快速又強大 他不需要有多好 說我執政很在行 只要選舉接近了以後 再開始防守 記不記得2018年 有一個本來要推 而且強推到一半 突然嘎人而止的 深奧電廠 因為這民眾覺得說 我不要藍莓電廠 所以他一開始說缺電 突然就不缺電了 到現在為止我也是一團迷 為什麼突然就不缺電了 因為民眾有反彈 而且你也跟選舉了 對 要選舉他就停了 那現在不選舉啊 他不選舉他就不管你啊 包含昨天走出來 我今天早上廣播 我也放給大家聽 一個很諷刺的 蔡總統在2016年1月15也講 總統府都掛那麼多巨碼 人民在街頭抗議你都不聽 然後巨碼把人民聲音隔開 他講了半天 現在把巨碼人民聲音隔開 昨天包含了民進黨中央什麼 黨主席也沒有出來回應 總統沒有出來回應 蔡總統聲音 然後大家五點半開始跑 沒有 美國眾情局長來了 就是轉移焦點嘛 雖然現在民眾可能很憤怒 可是兩年以後早都忘記了 到時候只要 再把中國大陸進市來才... 欸 你看 國民黨又再配合中國大陸了 不能投國民黨 難道你要投國民黨嗎 民進黨還是能夠贏 所以選舉還有整整兩年 這是縣市場選舉 總統選舉還要到2024 所以很久啦 這沒有問題 現在有什麼不爽的 全部一起來 那那個院長自己打包走人以後 欸 下次又沒事了 所以就是一個套路 民進黨還是厲害了